于正虽然在影视圈的所作所为很有争议,但他确实捧红出了不少大明星,被揉,攻火了杨幂,冯绍峰,佟丽娅,公所珠莲美人无泪向傲江湖让袁珊珊名气大增,陆珍传奇火了赵丽颖,陈晓,严玺攻略更是火了一批人,不过神奇的是,这些明星大火之后,于正几乎没有跟他们再合作了,这在娱乐圈这个名利场里显得很奇怪,最近于正接受江斯达仅三天可见节目的采访,终于说出了答案。 于正坦诚一人红了以后,他都会减少跟对方的合作,平时就算要搞微博宣传,也都是找身边的好友,尽量不去打扰自己捧红的明星,于正虽然对这些明星有恩,但并不想讨这个人情,一方面,就算他们答应帮忙,于正也于心不忍,如果对方拒绝了,于正又很没面子,而且会很伤心,于正捧红过的两个女明星就深深伤过她的心,一个是于正请她帮发个微博宣传, 对方就找理由委婉拒绝了,另一个是眼配角逐渐红起来的女演员,竟然在微信群里嘲笑于正,被别人截图发给于正了,从此两人交悟,今年对方才给她发微信道歉,于正才释怀。 此外,于正不找捧红的演员合作,当然也有经济效益的考虑,她自己之前就在采访中说过,我是刻意回避这样一种继续合作的可能性,你在找她,她给你报一个天价,你就会不高兴,影响关系,如果她很便宜的来了,她心里就会不高兴,也会影响关系。 而且于正旗下已经签了很多演员,为了效益最大化,肯定更愿意用自家艺人,捧红了受益无穷,像杨幂这样的,当初火了之后都没签约于正,于正也不傻,而且新人演员会听话很多,大明星就不一定受得了于正,于正性格上是不太好相处的。 拍戏时严厉而且火气也大,江斯达采访时,于正打电话发脾气,因为有一个演员闹情绪了,执行导演就打电话跟于正说看能不能调整,被于正臭骂了一顿,强硬要求演员按剧本和剧组安排来演,而且从于正角度来说,他对自己的编剧和制作实力是很自信的,他并不需要靠明星的名气来为自己的作品增光,这些年来是他用一步步雷剧捧红了演员,明星最多是锦上添花罢了,不过于正说归说, 其实需要帮忙的时候,他也会挺身而出的,比如这次搞真人秀演技派,就请冯绍峰,赵丽颖和杨幂都录视频送上了祝福,虽然于正生产过那么多雷剧,还有过抄袭的前科,但能生产那么多部火剧,捧红那么多演员,确实有过人之处,最近于正的新戏开播了,演员阵容的实力挺强劲的,有蛇诗慢,秦岚和最近在《我不是药神》中表现亮眼的弹拙,相比之下,饰演女主的演员吴锦岩观众们 就不甚熟悉了,吴锦岩是于正公司的新人,为了捧新人出镜奇招大家见怪不怪,采一捧一的操作更是常见,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于正作为公司老板,竟然把这招数用在了自家两位艺人身上,也是不于正的脑回路了。 前两天,吴锦岩因为在弹幕上看到很多观众说自己跟陈晓长得很像,所以发了一条微博笑称自己和陈晓是一夫一母的亲兄妹,并配了张和陈晓的对比照片,吴锦岩此举难免会让陈晓粉丝觉得他有蹭热度的嫌疑,让人出乎意料的是,于正本人表示吴锦岩和陈晓一点都不像,还鼓励吴锦岩要做不一样的自己, 紧接着下面的这句话别让玩笑变成蹭热度,谁还不是从屌丝慢慢爬起来的又引发了新一轮大战,由于这条微博自始至终只提到两个人,陈晓和吴锦岩,而作为老板的于正在陈晓粉丝和吴锦岩的冲突中选择站队声援吴锦岩,不仅如此,部分粉丝都觉得于正话里话外都在内涵陈晓,有粉丝直言于正对不起陈晓,于正立刻反驳,我把他捧红的,对他百依百顺,就连四亿大戏女主都按照 他的喜好来找,我怎么就对不起他了,肆意投资的戏说的是陈晓和陈延熙合作的神雕侠侣,大多数网友所知道的版本应该都是陈晓向于正推荐由陈延熙来出演小龙女一角,于正之前也在微博上说过,过了几天,于正的话风一转,表示陈延熙出演女主是他亲自挑选的,没有被强迫,也没有前规则一说,不过于正发的那条微博,当时陈晓和陈延熙都转发过,陈延熙表示小龙女是我要演的,陈晓 陈晓则表示小龙女是我推荐的,可以确定的是,陈晓不是看了电影那些年后推荐陈延熙的,因为那年花开月正元热播接受专访时,陈晓表示他一直都还没看过妻子主演的这部电影,说到那年花开月正元,去年的沈欣宜一角让陈晓的演技得到了观众们的认可,这部剧之后,陈晓的身价高位也因此有所上涨,所以这部剧对于陈晓来说,应该也称得上是他演艺生涯中一部蛮重要的作品, 然而于正却爆料说,这部剧当初是他逼着陈晓接的,陈晓当时嫌片酬太低不愿意接,也就是说,陈晓能转型成功也多亏他这个老板对他足够上心,不少粉丝觉得于正是在懒功劳上身,表示不幸,于正一怒之下甩出三张聊天记录截图,表明当时陈晓不愿意接这部片酬低到付不起宣传费的剧, 还惹怒了导演,后来还是他亲自陪布时才为陈晓争取回这个让他大火的角色,随后有粉丝列举证据,表示导演丁黑在采访中说过是因为他对陈晓相当满意才选择陈晓当男主角,陈晓最开始接到剧本时以为自己演的是于浩明饰演的那个反派角色,没演过类似角色的他感觉挺过瘾的,所以他就接下来了,后来于浩明上节目时也说过这回事,他表示自己当时还调侃陈晓系路太窄只能演男一号, 对于于正表示是他替陈晓基下那年花开月正园这件事,网友们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网友表示于正既然敢把没打马的图甩出来就说明他心里没鬼,但也有网友认为于正表述事情经常添油加醋,夸大其词,所以不太相信,虽然这些年来,于正捧红了不少,但捧红不少演员之余,于正也耽误了不少人的发展,比如杨蓉,当然不排除杨蓉本身比较低调的原因, 但此前杨蓉等了三年的凤球黄被溜了也是事实,有于正的原因,也有于正口中透露的资本原因,演技不错的他至今发展都不温不火, 袁珊珊最初也因为于正的部分原因,经历了好长一段时间的网络暴力,再看回于正如今力捧的新人, 宋威龙应该算是他旗下新人中颜值抗打,流量比较高且比较有发展潜力的一位,然而坊间传闻宋威龙很有自己想法,于正不是很能抓得住他,明星走红后和老东家分手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而分手通常都闹得非常难看, 前不久,宋威龙直接起诉了将自己一手捧红的于正,宋威龙受到于正的力捧,通过的凤球黄成功走红,宋威龙学历比较低,于正直接带钱去跟他签约,两人关系非常好,于正把好剧推给宋威龙还给他宣传,但两人还是走向了对不公堂的地步,据悉宋威龙此次状告于正式合同纠纷,早在2021年,宋威龙就要和于正解约,去年四月份有知情人透露两人闹得非常不愉快, 当时于正陷入抄袭风波,为了避风头从大热综艺离开,甚至很多作品都没有办法正常播出,宋威龙那时就已经准备后路,和于正进行解约,因为解约宋威龙的资源也被影响,他已经半年无戏可拍,没有进组了,最后一次看到他出现在屏幕当中,还是和谭松韵、张星成的以家人之名,但这部剧的评价也不是很好,现在只有两部剧待播,一部是与刘浩存合作的电影念念不忘, 预计将于七夕上映,另一部则是跟警百然合作的张公案,因为静丹的原因上映遥遥无期,半年没有作品对艺人来说非常危险,圈里人才被出,即便颜值很高,也很快就被新人取代,而艺人和冬架解约是非常危险的,资源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有的人甚至很长时间都接不到戏,虽不知两人的解决进度到了哪里,但宋威龙已正式起诉于正,想解约的心思非常坚定,对此网友也表示快点脱离苦海,于正的眼光非常独到,他旗下的演员外形条件没无话可讲, 但他倾向大女主剧,进了他公司的男星需要凭自己的本事在外面接戏,市场上那么多有实力的男演员,投资方不一定会选他,如果参演于正的戏,角色镜头也有很大的差别,男主戏份少得可怜不说,女主怎么做男主也要无怨无悔,如果能够脱离,接戏的范围将会大很多,也能摆脱于正抄袭带来的影响,成立工作室最有利的一点就是自己当老板,自由度非常广,不需要给公司分成, 解约对于上升期的艺人影响比较大,不知道宋威龙能否挺过这个难关,关于解约还是希望双方能够理智对待,两败俱伤不是一个好结果